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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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一个判断 那好 你看你这次你得到那么多的司法工作者的支持 那么多人愿意帮你 大家一直认为也不是在帮你一个人 不觉得这种文化氛围不正确 你本人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这个就仅仅去了一次日本旅游 因为一张照片把你打成汉奸卖国贼 这种东西肯定是有所过分的 不然我也不会在质疑中国演出协会的时候 提到你的问题 那么现在呢我着实感觉到哈 您在还有一张照片也引起争议 就是有叫戴威夫人的 戴威夫人的根据我的查证 这个人并不繁华 我这是我的感觉 至于他说没说过辱华的语言 那么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不敢肯定 但是我有发现这个戴威夫人 曾经给我们尊敬的东云来总理贺国营 那么你在参加朋友婚礼的时候 给他合影的动机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他这个人 了解不了解这个人 当时也是在朋友的婚礼上 然后朋友介绍 这位是日本的艺人 然后呢我朋友也知道我是中国的艺人 所以呢他就提出来 可不可以跟这位老太太合个影 然后我出于这种 就尊老爱幼的这个 咱们的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 然后就和她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呢其实我本人是根本不认识她 也没有任何的联系方式 所以对她的治愈是什么样呢 我其实也并没有一个了解 之前也并不认识她 然后呢其实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江西新语人 然后妈妈也是党员 父亲也是党员 成长就是在这个党的怀抱里 祖国的怀抱中长大的 其实对于靖国神社 包括这些东西啊 我去日本是旅游的 我根本就不关心 也不想知道靖国神社到底在哪 但是呢从小我们接受的教育呢 对日本对我们的清华的战争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我还是一直铭记的这段历史 在我以前的微博上我也发过很多 就是要维护我们国家的尊严 要记住我们国家的历史 要好好的发分图强 作为一个中国人 是个爱国眼论吗 对对对对 有很多我也看到过 网友也发了过许多 那么自从你妈妈给我写那个信之后啊 也引起大家的关注 那么通过你妈妈的嘴 知道你这个事之后啊 给你带来很大的这种网络暴力行为 这种网络暴力对你来说 你当时表现的最具体的有哪几点 简单给大家说一说 就是陷入到一种很恐慌的一种状态 就是不敢出门 包括妈妈也是陷入到一种恐慌的状态在家里面 然后一种自我的怀疑 就是说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非常有爱国激情 爱国热血的一个一个青年吧 然后突然发生的这个事情 大家都在网上骂我汉奸 包括说我妈是日本人的情妇 然后说我父亲又怎么样 其实我父亲16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 这种编造这种不实的信息 然后我就产生了自我怀疑 然后生活在这个恐惧当中 然后也不敢出门 妈妈就是还有很多次就是 她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她说是不是我要从这个楼上跳下去 死了以后才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 就是有的时候我也是想 就是说会不会是真的我 我死了才能够 或者我把心掏出来给大家看 才能够证明自己是一个红色的心 就是严重的自我怀疑的当中 然后呢还有包括茶店有人给送花圈 看到网上大量的给我批遗照 然后咒骂我的父母 然后咒骂我 还有我们的家人也受到了他们单位上的一些调查 说是不是家里有日本亲戚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家里都是中国人 然后呢也没有任何的外籍的亲戚 就是土生土长的江西新育人 嗯 而且你的党员父母亲是党员 还有自己的外公对吧 对 还有我看到你这个亲戚关系大部分很多都是党员 那么你想现在这个状态啊 在您这个舆论 还有中国演出协会给你定性这个问题 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之前 那么还是希望你能够坚强 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国家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的法治国家 他一定会通过法律能够把你这个事情啊真相能够了解清楚 要相信真相对吧 因为我呢一直就没有站在你的立场上去说话 我仅仅是呼吁程序正义 我肯定相信你也是希望得到一个跟你身边的机会 是 我也是相信相信我们的国家 相信我们的祖国 相信我们的共产党 相信我们的法律的人士 一定能够给我一个调查的一个机会 包括对我身边的一个机会 给一个公正和公平的一个判断和判决 嗯 今天呢我来约你啊 你看这那么多的律师 还有我也让你看了 还有那么十几个全国人的代表 政协委员 都希望我能见到你 给你面对面对聊一聊 因为呢你毕竟现在网上还有很多的争议 我们呢就不采取这种露面露脸 只是我们有一个实际的接触 是吧将来有机会 我相信有这么一个机会啊 将来你会得到法律的正确对待 能够得到我们历史的检验 更能够得到正义的对待 是吧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这个时代是美好的 是吧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 哎他都有这种个别时候的不正常现象 所以呢遇到问题 要自信要坚强 要保住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啊 这是一切解决问题的一个基础 脱离了这个你就没什么意义了 好吧 咱今天也不太多聊 到时候适当的时候呢 嗯我会联系 再次联系有关政法机关 司法工作者 是吧 为你这个事呢 进行有效的 符合法律程序的一些论证 一些论坛 是吧 让更多的司法工作者进入到这个事件当中 解决这个事件并不是为你个人 而是为了我们广大的老百姓 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啊 一个三观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呢 现在都等待着这个事件的最终真相 我们希望这个世界的真相 是有利于你的 只要你这件事实没有到过 经过审舍 我也多次表态 我并不站在你的立场上 我更不会为你洗白 是吧 但是我相信你这次是被冤枉了 假如最后经过法律审判 你确实去了 那受到任何的惩罚 你都应该心服口服 明白 那感谢李老师 能给我一个这样的说话的机会 和身边的机会 也感谢所有 关注这件事情的广大网友 和所有司法界的这种法律人士 也我愿意接受调查 也愿意接受质疑 也希望就说如果 我也希望能够还我一个清白吧 好的 我们相信正义一定会来到 真相一定会来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